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佛菩萨的用心 念念不忘 时时刻刻帮助大家 诸安慕为善 他作物我们行善 启发他 我们做成模样给他看 遇到再困难 我们也不用非法的手段 求得财富 规规矩矩 没有吃的时候 我们能忍耐 我们不怨天不由人 念佛求生进度 那遵守佛陀的教训 就是无尽身上 决定不能够违反 纵然 有灾难 社会依然是安定 活性 这就是无量功德 这个功德可以把灾难划清 甚至灾难没有了 无知的人 他不晓得了 常常读佛经的人知道 知道没有做出来 这个不是真正佛体词 这是假的 我知道一分就做一分 知道两分就做两分 换一句话是 你知道多少 看你所作所为 就明白了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 解铁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来点赞 噶 看看 治癒